嗨 各位 我是禁穿衣 魔界戰技 Disgaea 相信是一個一講出來大多數玩家揮童表示 喔 這是那個那個 的系列 恩對 好像有點熟悉的名字 好像有點熟悉的人設 總之就是就算沒有玩過 但在逛電玩店的時候 總是會不小心瞄到一下 然後對它產生一點點印象的系列 開發商為做過驚悚RPG 流行神系列的日本eSoftware 比較近期的作品你可能聽過《羅吉 黃昏古城》或者是《深夜回》這兩款萌萌畫風 但骨子裡卻充滿驚悚獵奇元素的2D遊戲 痾 還有要是你常逛台北地下街 那應該有看過《深夜回》的廣告 總而言之 日本e這樣一路走來實在很難說是有到多平步 晴雲一帆風順喔 不過對於他們多年來能像這樣載服載成不被3A遊戲的浪潮給打翻 始終做著自家風格的遊戲 光是這一點無論如何還是值得給予鼓勵的 而今天我們準備要來聊的《魔戒戰記迪斯蓋亞》系列 就是對這樣的日本e 尤其重要從某方面來說 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系列喔 《魔戒戰記迪斯蓋亞》向來有一個最為圈內粉所知的稱號 叫做《史上最兇惡的YarikomiSRPG》 Yarikomi在日文裡面大體上就是鑽研的意思 但玩到遊戲中就代表著 這遊戲它的等級能力值的上限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兇惡的 比方說一般的RPG遊戲等級上限通常不是100就差不多是99還50嘛 可是你們想知道這款遊戲第一代等級上限是多少嗎? 9999 對你們有聽錯 9999 練到最後HP可以超越4000萬 就連整體能力值都可以刷到超過2000萬 這樣光看腦子就有問題的數字 但講到遊戲為什麼會變這樣 這可要把時間回溯到19年前的2002年 在推出《魔戒戰記》的第一代之前 當時開發這款遊戲的社員們大多認為 這遊戲將會決定公司的去留 要是砸了 那我們就走路回家吃自己 而要是成了 那恭喜咱們還有希望 因此所有人都決定居然可能是最後一次 那不然把所有想做的事情不留遺憾的全做了吧 結果最後遊戲就變成了這個鬼樣子 恩對 這個故事有沒有讓你想起某家公司一開始也是想說 這款再不成我就回老家種田吧 甚至還為此把遊戲命名為最終 恩恩 但一不小心就做出史上最享富盛名的帝王RPG之一的故事呢 好 不管 總而言之正是那一些有勇氣踏出沒人敢走那一步的傢伙們 能夠成功掌握住逆轉的盛機喔 魔界戰記迪斯蓋亞於2003年一經上市就獲得了意外多的好評 還使日本eSoftware首次解鎖了破10萬銷量這個成就 作品實在過於超標的刷量不僅成了宣傳上最大噱頭 更是遊戲本體最大的樂趣來源 當然啦 等級上限是9999級 那升等的速度肯定是會比100RPG再快那麼一點點 但與此同時 遊戲引入了各種道具收集 技能學習 或者是特殊的議會提案系統 可以幫你解鎖等級超過1000的怪 遊戲甚至還有道具界這個類似特殊地下城的系統 只要能好好利用就有辦法刷出能力值爆表的武器等等 最後當角色電到一定程度 玩家也可以使用轉身 讓角色等級歸零以觸及更高的高峰 代表魔界戰記雖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看起來似乎就是一個無腦刷 無限刷的工作遊戲 但人家其實在天花亂墜的等級能力值底下 還是有好好的靠多樣化的系統撐起作品的豐富度的 加上遊戲意外充滿各種笑料以及玩梗的劇情 使得魔界戰記一代獲得了Ign當年最沒人玩的超級神作這份殊榮 喔對 關於玩梗的部分我順利要講一下 這系列惡搞其他作品 不管是動漫還是遊戲的技術 已經到了出神入化銀河系被我活埋的程度了 像是這個 還有這個 最後是這個 反正就是很有趣就對了 一代取得成功後理所當然的 魔界戰記接連出了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每一代都在持續加強遊戲刷集的上限 而雖然每一代故事之間並沒有太大的聯繫 但主要都是發生在魔界這個地方 要說共通點的話 我想最強的應該還是在於原田雄伊那極具辨識度的人設風格 還有系列最大的吉祥物 企鵝魔物普利尼 唯有他是貫穿一二三四五代都有登場的角色 有點像Final Fantasy裡面的紀師席德 或者是畢格斯跟維吉二人組 因為普利尼雖然他沒代都有出現 但扮演的角色都有點不太一樣 比方說到最新出的六代中 普利尼就是作為一隻魔界的平民老百姓 因為自己的家鄉被破壞神給搞得亂七八糟 才向眼前喬玉的六代主角小僵尸傑特求助 於是六代的故事便由此展開 魔界戰記6與劇情相相當忠實地融合了系列一貫的大雜會形式的惡搞風格 以及遊戲他非常鬼畜的能力上限 破壞神的強度根本難以估計 魔王神的手藝上來隨便有個999級 根本腦袋壞掉了 但很剛好的事呢 主角傑特做一隻小僵尸 雖然什麼特殊能力都沒有 可唯一會做的就只有一直死 一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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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累積經驗之 而他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拯救妹妹必可 為了修行傑特跑了很多五花版本的異世界 從人間界 魔界 音樂界 到科幻界 甚至是魔法學校界 一邊蒐集新夥伴 一邊往打敗破壞神的道路上邁進 到了六代遊戲的傷害數字也總算是突破了金字大關 並且作品也是為了迎合現代玩家的習慣 遊戲在整體的戰鬥刷解的部分也是全面效仿放置戲手遊的做法 戰鬥從這一代開始可以全程自動化 加上前面各種刷集玩法 可以無限回頭重刷的地圖啊 只要你把遊戲機開著 然後出門上班上學 那一回來馬上就能漂亮的收割 今天遊戲機把你收成的結果了 關於這部分到底算是提升遊戲體驗還是在浪費買遊戲的錢 就真的是見仁見智喔 畢竟不管魔界戰技 天文數字等級的能力只是系列多大的特色 一當玩家有辦法不自己親手練 那我得說那個對於遊戲的感情就只會到那裡而已 此外六代實在也是不得已的去掉了一些固有的角色跟魔物 Boss的種類也不算太多 再加上關卡的等級 門檻其實也是依照玩家會去多刷好幾輪為前提設計的 所以儘管可能會有人說 你不想自動就全部自己打啊 但 這實在是不怎麼現實的啊 好的 那以上就是魔界戰技系列 以及魔界戰技6本身的簡單介紹了 日本eSoftware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 還有辦法把如此具有獨立精神的遊戲給推出來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喔 而儘管魔界戰技在各方各面可能表現都不比其他那些 就不說3A 包含阿特拉斯 SEGA推出的作品也都一樣 但知道這個 事業上有一間公司過了這麼多年 依舊在作出什麼特別的遊戲 我想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好事吧 我是尹川 英文下部影片見 嘿 各位 看看這個是什麼 感謝廠商寄給我這邊這一包 DISGAI 6的特別版 好啦 對不起 其實我已經先開過了啦 畢竟我要把遊戲拿出來試玩嘛 所以說呢 這邊我們可以先看到有一個 這個NanoBlock的可愛小模型 然後是必可主角的妹妹 嗯 好 等一下我組給你們看喔 然後還有這邊這個 等一下 你知道 每次這種東西我都一定得想辦法 一隻手是手機 一隻手開有沒有 很很很 嗯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這個 封面非常的可愛啊 有沒有 然後這是主角傑特 這是魔王 然後這是一個不知道為什麼傳承像 阿斯卡的 然後還有這邊就是妹妹 然後這是普利尼 跟這個 從Zombie Rando Saga來的狗狗 哎唷 歐派 然後後面有 全部角色的全家服啊 非常的溫馨 有沒有 嗯 再看看 再看看 來看看 有很多很多隻企鵝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喔 這邊這個呢 是 Origenal Soundtrack Disc 2 然後有佐藤天秤所譜的 本作的 OST 有2的話 那應該會有1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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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然後這是遊戲本體 激世界轉身 加ker 僵屍加ける Rebel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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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死亡1000萬次 也永不放棄 對就是 各位剛剛也有聽介紹的 就是本作特色 然後這邊這個國王有沒有 這是剛那個王之財寶的國王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好,來,這邊還有一個,應該是小小的美術設定集,我最喜歡看這種東西了 有,這邊有Gallery跟Products 對,就是收錄一些遊戲在宣傳時的圖片 這個是Pakegirast限定版,就是限定版包裝的封面 然後這個是,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應該是去年夏天時拿來,等一下,你們這樣看不到對不對 這應該是去年夏天時拿來,就是作為暑假紀念圖嗎?應該是吧 這裡翻過來呢,就是Risalto Illusto 就是你有看到很多不一樣的繪師,有幫他們畫這些遊戲結算畫面時的插圖 但是,畢竟是結算畫面啦齁,我就是讓你們自己去打遊戲自己看到的 然後這邊這一些呢,有很多遊戲角色他們的...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有很多遊戲角色他們的... 人設 戰士 僧侶 忍者 總擊士 ガンナ 侍 侍 アーチャ 跟魔法使い Psychic Psychic 激動戰機 恩,都很酷 然後這邊這一些就是背景的美術圖啦 恩 OK 然後我們來... 最終我們來搞定這個吧 當然,我一隻手真的鎖不起來啦,你們就消毒彈我一下 好 還有這邊這個 廠商寄給我的 特點漫畫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應該是 Diskaiya6準備要發售的時候 電頭用來宣傳的漫畫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繪師 一起把這些漫畫畫出來 然後都很有創意 只不過 畢竟就是比較限定的東西啦 就不然你又看太多了好不好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錦琳穿衣 我們下部影片見